BBQ的粉丝朋友们 我们小区疯了 应该说是全汉阳区都疯了 封闭式管理5天 不出不进 早上差不多6点50几 差不多快到7点的时候 就我提了第一天敲门声 然后说快点快点 起来赚钱呢 小区疯了 起来赚钱呢 是吧 吵死我们了 吵死 然后爸爸就说干嘛呀 他就过去看别人说 小区疯了 你赶紧开门呢 然后爸爸就去搞洗漱 过了几分钟还没搞完 又过来敲门快点开门 然后进来以后就 一上午好忙好忙 我们家的东西基本上 没办空了 是也没办空 但是基本上 深夜比以前好了 两三倍都不止 过来看看 这里的东西 之前是放面条的 但这些 而且是满满道道的面条 现在超美了 全抢光了 面条挂面 然后泡面呢 也差不多 只剩这一点点 都是一些不好卖的是吧 然后上面这里还堆很多泡面 很多泡面 也拿了好几箱了 对呀 就这些不好卖的了 这老人山菜的 这是什么 茄黄的 这些都不好卖的了 对 然后这边呢 这种吃了也 还有辣条都没了 你看看 玻璃肠 哈哈 布丁丁那几根的 也没有了 姜油都没有了 都抢的 以前都是满满的 对吧 薯片也没有了 今天 今天的生意是我们家经典生意 生意最好的一天 是不是爸爸 是不是的 是的 油奶是我昨天摆在这里满满当当的 今天只剩了两瓶了 对呀 刚刚有个人全买走了 为什么也没卖到 他今天买一箱 不知道吗 我这里还有一箱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买了二十几瓶 然后买了六七桶挂面 我感觉他就是要封一个月的左右 没有没有 说的是五天 这个饼干呢 面包还好 没有怎么抢 就抢了一点点面包 对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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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辣粉 你知道吧 这爸爸要 我让爸爸进给我们两个吃的 本来刚才是没人买 因为太贵了吧 是吧 这个是十三 然后酸辣粉都十块了 后来又发现 后来他们那里没什么爱吃 就快买这个 对呀 买了好多桶了 哈哈 藏起来 藏起来干嘛 就放着放着放着 你还怕没得吃的 我们家看想法部 你还怕没得吃的 当时真的抢光 我们真没得吃了 来我给你看 满满一仓库水 喝水啊 天天喝水 想喝什么 喝什么啊 天天喝水 对 喝水可以喝饱 你脑子看 这里还有一排 这里还有一冰箱 那里还一排 还不够你喝 当时估计最后 只剩下什么东西 我跟你说 最后可能只剩下这些东西 还好还好 明天就到货了 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现在 就不还不还不知道 明天能不能到呢 应该可以到的 奶茶 昨天这里是 我爸爸刚摆好满的 对 今天卖了很多奶茶 我想喝 嗯 你不能喝 咋了 喝了就没得卖了啦 哈哈哈 吃那些客户是你的亲生女儿 还是我是你亲生女儿 你是的呀 最主要是你不能喝甜的 你知道吧 不是说不让你喝 长痘痘 抢的最好的就是泡面面条 然后跟香肠啦 嗯 今天这些香烟也卖的特别好 别人都是成条成条的拿 虽然说小学疯了之后 我们生意特别的好啊 就相当于今天一天的话 点平时的三天 但是呢 我还是希望快点解封 疫情快点结束 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备菜 还是一个大白菜 两个虎瓜 还有点青椒 应该还能坚持一个两天 比香里还有一些肉 比香里还有一些肉